李怡公,李怡公在王山上指挥,指引那个航行方向的,在打航设备的意思,李怡公,立在那个桅杆的最上方,大船,里面就放了王山,到时候村里信徒,就用大船品来拉出来, 拿到金银翁的空地了,后来最后,也是在那个空地那边火化,也叫尤天赫,李怡公,李怡公。